現在我們休息 行政民進黨違法合情 新會期剛開始不到五分鐘 民眾黨團秒開戰 舉牌杯葛 而後頭的行政院長 祝榮泰無法施政報告 面帶尷尬笑容 還數度想嗚起耳朵 民進黨立委赶緊救駕 但分頭包圍 還有隔壁NCC代理主席 翁伯宗 吳春晨跟林一軍舉牌包圍 但只見翁伯宗淡定 面無表情 看來這架勢還不夠 馬上來個藍白河 除了坐在位置上拍掌 雙方更是一同高喊口號 瞄準對象非常明確 民進黨立委在出手 議場內就像菜市場 雙方比拼誰音量大 只是在同一天二十日下午 要宣判死刑是否是核限 但無論如何政府維護社會治安的決心 跟作為絕對不會放鬆 我想我們不做任何的一些的這部分 我想我們有成立那個意義小組 我想會延判各種可能來做適合的措施 都說等結果再說明 但若判違憲等同宣告我國廢死 台灣民眾黨黨團會發表正式的聲明 表達我們的看法 請會起第一個攻防戰 朝野間看來磨刀霍霍 TVBS新聞動作延伸 台北廠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